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講一下何守信秘聞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講起何守信又會講到汪明荃 我們在網上看到有個很離譜的消息 很離譜 他說汪明荃生了一個女兒 母女二人終於相應 這樣都說得出的 這個真的要看看誰是女兒 曾經有人傳過 汪阿姨是石女傳 現在竟然傳到有個女兒 真是令人害怕的 雙刑 講到和何守信當年是一個不倫之戀 究竟是不是 因為我還沒出生 有個報道寫 當年偷食何守信 就逼走了歐家衛 究竟是不是這樣 來龍去脈真的要考一考古才知道 我們交給窮飛龍先生 給大家考古吧 謝謝五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阿姐 阿姐 近來有一個篇報道說 說母女相應 阿姐 阿姐不是 不能生小孩嗎 為什麼無端端沒有女相應呢 雖然阿姐 真的是不能生小孩 但是 可以契嗎 阿姐也有不少契女 雖然阿姐也說過自己也不想生 但是很明顯 她和阿都姐 大家是兩個心態很不同的對待 阿都姐是真的很害怕小朋友的 阿姐 其實你看到她一直都很喜歡小朋友 很關心的 很疼愛的 跟她 契女 阿倫 吃飯 那晚還在吃日本菜 看見阿姐 她的打扮 那次是 藍色花紋的上衣 戴著一副眼鏡 非常之斯文 阿姐其實已經75歲 但是 又不是很覺得她 年齡上 比她75歲 年齡 年齡 加上阿姐有經常運動 又沒有特別發福 保養得不錯 喜得還非常出眾 最好的是 跟她契女 吃飯 你看看照片裡面 都不覺得她們是母女 好像姐妹一樣 阿姐契女 Rendy身穿白色外套 外形雖然不是很漂亮 但其實也是很斯文 難得她可以跟她契媽吃飯 心情也不錯 阿姐契女 誰知道只有Rendy一個 例如 謝賢女 阿婷婷 謝婷婷 都契過給阿姐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 大家記不記得 阿四哥經常跟阿姐 有很多對手戲 有演情侶 所以當年阿姐也有不少機會 看到阿四哥的女兒 謝婷婷 所以當年 1983年 就很隆重儀式 正式跟謝婷婷上契 阿姐曾經在訪問 都說過 當年阿婷婷很好愛 兩個相處得很好 阿姐還經常積冷衫給阿婷婷 看阿姐多有愛心 又有跟她一起去游泳 所以單看阿姐 幫小朋友積冷衫 就知道阿姐其實很喜歡小朋友 專家連阿婷婷也做了媽媽 阿姐也說阿婷婷的女兒很可愛 不錯 有契女之後 又有契外孫 除了婷婷之外 阿姐還有一名契女 叫佩儀 這個契女 其實是羅家英的好友 李其風和方艷婷的愛徒 余慧婷的女兒 本來嘉英哥和李其風也是好朋友 又是好的師兄弟 所以當年上戲的時候 嘉英哥就這樣說 我們都沒有子女 難得李其風的毒女契給他 當時在2011年 嘉英哥和阿姐 修伊偉妻女的時候 還延開25席去舉行儀式 當日還有仙姐 吳君麗文 和何鴻生四太梁安琪 道賀 這個賞契是非常之正統地 大排言直告訴別人他們賞契 可想而知為何阿姐很隆重歧視 特別疼這個契女是有些原因的 不過嘉英哥多時說 但我的肩膀很重 有些心理負擔 因為他從來沒有做過父親 本來有些間中也有演出一些粵劇 這個契女收不時和嘉英哥和汪明荃 一起去喝茶唱粵曲 十分孝順 甚至阿姐這麼多契女之中 最關心就是這一位 說實話 阿姐年輕的時候 感情事件都很豐富 例如阿姐一早在1971年 就已經和了一名劉昌華的結婚 最初是怎樣認識她 因為她本身不是韓內人 所以就有一段估計 因為在1966年的時候 阿姐本身就在麗德影星裏 藝員訓練班畢業 起初在那邊 麗德影星就做私儀 接著就參加一些文耀的歌劇 主要以古裝造型就是演粵劇 當時她還未開始唱歌 後來阿姐為了使自己的演出更進一步 有段時間自費去日本 深掃了一年左右 在那年頭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大的壯舉 怎樣這樣說呢 因為阿姐去日本留學 但她竟然是完全不懂日文 又不知道怎樣去留學 或者當時教她的人不是日本人 我猜 在那段時間同時就認識了她 第一任丈夫是劉昌華 劉昌華本身是一名富商 當年被她爸爸去外國鍛鍊 他們兩人有可能在異地他鄉 遇到一些大家同聲同氣的人 聽說她當時也幫阿姐不少忙 阿姐又對她好感 在互生情數之後就一拍即合 回到香港之後 沒多久大家還結婚 最初的時候劉昌華真是好我阿姐 他們家裡的裝潢都是由她丈夫 當時負責裝潢的工作 而裡面的房子所有的風格 擺設都是根據阿姐喜歡的事情來做 當時她丈夫還經常買很多衣服 包包和鞋給阿姐 但他們的感情的變故 可能源於當年 阿姐一直做事 沒有留意自己懷孕 誰知道後來她發現 為時已晚便小產了 這樣之後會不會影響到他們 夫妻之間一些感情上的事情 加上阿姐的家婆 當時其實不喜歡阿姐去拍戲 不過她丈夫還是支持她 所以她家婆當時沒有辦法 只好要放人 誰知道阿姐一拍戲 就馬上紅了 之後還有一段時間在歡樂今宵做主持 還有一段時間 何首頌突然當眾 跟阿姐表白 嚇到阿姐一跳 然後當時 何編被阿姐的清冷孤傲氣質而吸引 不過何首順當時也有老婆 她老婆還是影后歐家衛 當時也挺混亂的 她們兩人 阿姐和何首順 自己也有家庭 但她們自己也會在一起 其中一個原因 聽說阿姐的丈夫 很多時候都在外面沾花野草 所以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她就找何編跟她聊天 聊天 聊天 有可能這樣聊天 大家就開始感情出現了 當時還更加看到有些大型活動 南方 即是何編 主動跟柯明荃 牽著手並肩而行 這件事令到何編太太 歐家衛非常不滿意 還聽說 傳聞說她找過柯明荃 出來聊天 當時傳道 大家出手 互扯頭髮 最後何編 在1975年 跟她 第一任妻子 歐家衛 畫上句號 而同時間 汪明荃 亦在1983年 跟她丈夫宣布離婚 聽說當時她丈夫不想離婚 很想挽救這份感情 但是有些感情的事就是 死去的感情如何留得住 一去就不反 當年阿姐除了跟何編那段感情之外 有些人說她和鄭少秋拍攝 咦?和容忌當時 趙雅芝很不和 還說明爭暗鬥 當然鄭少秋對汪明荃 是沒事的 但聽說當時和趙雅芝 都有點暗勇 因為本身汪明荃和肥肥沈殿下 是很好的姊妹 你們四朵金花的時候幾好感情 所以汪明荃當時 對趙雅芝非常不喜歡 很多次我見她之後 過了十多二十年 有空無線 又要提醒秋冠 那些壞事 又要跟趙雅芝好像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這件事經常提醒 所以當時雖然阿姐和趙雅芝常在同一個劇組 但大家很多時候都沒有兩句話 很多時候還在運路走 看到對方有人不想正面碰到 找另一條路走 其實當年阿姐有段時間 曾經想做投資電影 但你知道投資電影不是一件意思 聽說當時票房一般 最後阿姐只好也是拍戲 當年也很厲害 例如演萬水千山總事情的時候 一氣中她演一名熱血的愛國女學生 又唱主題曲插曲 令她當時打開了內地市場 這段時間更加傳她和何B有可能會結婚 所以剛才雅芝說 首先要跟她老公離婚 之後還可以光明正大和何B一起 但之後又有和何B有很多問題出現 有幾個版本 一個版本 又說何B很多時候去澳門賭錢 阿姐又跟她橫告很多次錢 令阿姐不滿 又另外說何B有關黃腳雞事件 有一次又可能去黃色家暴 主要是有關 應該當時會遇到一些桃色納桑案 那時候是想掩蓋消息的 但你說怎樣掩蓋呢 都掩蓋不完 當時還要被雜誌說 是一個從不搜送的人 當時說了不可以起她的名字 但那些暗示 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何守信 令阿姐當時覺得非常沒面子 所以有人跟何守信分開 也有人說當時何B是疑情別戀 喜歡了另一個 所以跟阿姐分開 總之很多個版本 總之無論如何是哪個版本 最後他跟阿姐都真的分開了 在80年到尾 何守信更加移民去加拿大 好了 另一邊商 阿姐就繼續留在香港 有一段時間 阿姐就很迷戀做粵劇 跟羅家英有很多對手 你知道阿姐做事很認真 很多時候唯一一部電影 就要彩排很多次都在手不適 有可能又是日久生情 有人不知不覺大家又有些感情 我見當年有些傳聞 當時不是羅家英跟阿姐表白 是阿姐跟羅家英表白 說阿姐突然對家英哥說喜歡他 當時家英哥還嚇了一跳 覺得阿姐是開玩笑的 阿姐怎會喜歡家英哥呢 覺得自己沒什麼頭髮 所以覺得阿姐不會喜歡他 加上阿姐又是大明星 只不過是在開玩笑 後來就好像認真 見阿姐 後來就在一起了 當時跟家英哥也是一段很長的愛情跑道 家英哥一直想結婚 但是阿姐一直有前夫的陰影之下 就覺得不太想再結婚 很怕到時到後 家英哥又會變成另一個她的前夫 直至有一次阿姐患了乳肌癌 那時家英哥沒有放棄 在床前對著阿姐求婚 當時聽說阿姐不想拖累家英哥 所以沒有答應 但家英哥一直陪著阿姐不離不棄 直至阿姐的病情好轉 又到家英哥患了肛癌 在手術生之前 聽說阿姐在哭著說 如果家英哥可以平安出來 她們就結婚了 終於是2009年5月 當時61歲的阿姐 和62歲的家英哥 就是美國拉斯維加斯道 註冊結婚 當時阿姐和家英哥 都有22年的愛情長跑 聽說圖中 家英哥還有19次求婚 所以很厲害 她們兩人都是過了60歲 才攜手走進婚姻的典堂裡 現在是2023年 早上結婚了14年 看到家英哥和阿姐還是很恩愛 總算阿姐這次沒有選錯狼 不過說實話 阿姐現在位高權重 有時大台都沒有什麼 有什麼都不緊說阿姐 因為我看到在年初的時候 MIRROR他們有三位成員 Edan、Anson Lo、Jeremy 竟然去拜訪阿姐 去拜年 當時還跟阿姐一起唱新年歌 Edan負責拉小提琴 家英哥也負責拉二戶 阿姐還很開心 原來他們這麼年輕 都會唱《迎親花》 但反而是不懂 歡樂年年 哈哈哈 阿姐說 我這首歌還比小鳳姐的歌 那時還在問 你們合得這麼好 會不會一起開場呢 阿姐在笑 沒想過 大家都在不同台 反而是不同台 反而可以過來拜年 我覺得真的有些好奇 你們在什麼情況下 認識阿姐呢 最主要原來 大家都有點緣分 Edan和家英哥曾經 有些合作過的節目 還相處了一個月這麼久 所以當時大家是好玩得的 當然應該是整個大小孩 加上他們說阿姐在稱讚MIRROR 他們三子都非常乖 其實上年都已經見過Anson Lo一次 不過Jeremy 今年是第一次見 所以不要說阿姐只有些契女 隨時MIRROR都可以變成契仔 還有那些契女都大過了 相比之下MIRROR他們年輕很多 如果比起大台其他藝術 有可能會有少許避忌 不敢跟MIRROR他們一起 但阿姐就沒有什麼避忌 但話說回來 譚玉英都有跟ERROR他們一起 哈哈哈哈 其實現在是不是他們的元老級 就是沒有什麼需要避忌呢 難道你真的被解僱了嗎 他們或者到了這個年紀 都不介意什麼 可能有時候自由身更好 你見阿Doo姐現在自由身很開心 好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